根据报道 美国的航空公司可能将需要在乘客搭乘飞机前 要求乘客告知工作人员自己的体重或是现场测量体重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表示 由于肥胖率不断上升 他们决定更新乘客及行李的重量标准并进行体重调查 以计算飞机的重量和平衡 确保飞机不超载 FAA指示航空公司每天应至少收集15%的乘客体重信息 包括转机的乘客 FAA也建议每三年进行一次体重调查 以确保飞行安全 不过 这项调查属于自愿制 所以乘客有权拒绝 FAA也不会公布这些信息以保护隐私 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FAA的旧标准显示 成年旅客及随身行李的平均重量 在夏季为170磅 冬季为175磅 而新标准则将分别提升至190磅和195磅 其中 男性在夏季的平均重量为200磅 冬季为205磅 而女性在夏季的平均重量为179磅 冬季为184磅 目前 美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 已有约42.5%患有肥胖症 31.1%体重超标 根据美国肥胖协会预计 截至2025年 高达50%的美国人可能过度肥胖 而到2030年 这一数字将飙升至60% 直到本台接告前 美国联邦航空局 尚未公布执行这项体重测量计划的具体时间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